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80 Preventer這個 這個其實它本身也有錄影的功能 也有錄影的功能 我們一樣來看看 這個東西 老實說 跟各位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系軟體對不對 可是各位不用太擔心 因為真的跟 各位在你平常在用什麼 簡報很像 跟著 像簡報一樣 所以你如果用免刊專版本 你從這邊點進來 好免刊專的點進來 直接執行它就好 這個 有中文的 有中文所以 應該沒有問題那我已經有安裝了所以我就 直接來這邊 看一下 好我是用安裝的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沒有沒有 太大的這個語言上的障礙 那麼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一樣有分 所謂的全動式的錄影跟影像式的 好那 先了解一下 它的快速鍵是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那個錄影軟體 就像我剛剛講的 F9 F10 幾乎是大家好像都是 共通的 只是你要不要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那個 輔助鍵這樣子而已 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關係 大概早 我開個 我之前做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這個是我在講那個 影像處理的 OK 像這邊的話呢 你看 右手邊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點熟悉的感覺 像不像簡報 對不對 簡報也是這樣一張一張的 那 這裡面呢 像這樣一張一張的 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簡報的內容匯進來 真的 那麼如果您曾經學過 如果他每個簡報下面 都是有一個類似像這樣 時間軸 時間軸 也就是說你今天 我有簡報的內容 有影片的內容 我可以在上面再加上 包括 你說要打字幕 或者你要加上一些 說明 加上影片 都可以 他就是利用圖層的方式 搭配時間軸 決定 什麼時間出現 什麼時間消失 這樣子 那看了這個 還是不是很了解 他到底 要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再來找 把這個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把他就是做好的這個demo打開 OK 這個呢就是像這樣 然後呢我可以直接進來 示範 好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 對不對 今天如果是 像我們這種 比如說演講也好 那 如果他是一個 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的 他就只能從頭聽到尾 對嘛 可是如果他 你有幫他 把這個東西整理好 他今天就可以 看 我想要看這個九宮格的 我就點九宮格 想要看影像處理 就點影像處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 他就可以 讓你去 有點像剪接軟體 可是他要 讓各位呢 可以把他輸出成網頁 或者是照片啊 不是照片 輸出成影片 也可以 像這樣子 我在看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 清楚一點 對 不管是簡報也好 還是說 這個 內容 都是 OK的 所以 我們主要要做的就是像這樣 那 看起來有做網頁 可是實際上呢 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他裡面都把這些範圍 把你弄好了 你只要把 基本的資料 填寫好 像這邊有沒有 有這個基本資料填寫好 那你就會有一個 預測的網頁 等於說你不用學網頁 就可以做到 像這樣網頁上的一個教材 我們在學習上 相對比較方便 當然你把它 就當作 影片剪接軟體 也是可以的 他也可以直接輸出成影片 就不要做這種互動的 就變成一段影片 也是OK 因為我們第一套軟體 其實 他主要是錄製的部分 在編輯的 上面呢 他就 要另外再買他們公司 其他軟體 可能就不見得 對我們來講那麼適合 那我就 介紹這一個 這樣我們再用 應該會比較簡單 首先其實我們現在呢 這個看過了之後 我現在就來開 一個 新的專案 我們來錄一下 那 在錄的過程 我們來 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 我看 分享一個東西 因為本來是想 直接拿我們就是 府內的那個教育訓練影片 讓各位仔細去剪看看 但是那個沒有經過授權 不能拿給 所以 我就 先講另外 我一樣先拿螢幕上的操作好了 好不好 好 直接做給各位看 你看看說到底 差別在哪裡 好那 現在呢 我們來這個 新的這邊 好 我就來開一個 這個專案 我先把它關掉 好 跟各位一樣的 我們開個新的專案 OK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幾種 有幾種 一個是單純的錄製 就是 直接錄螢幕上的畫面 那你可以在這邊把你的標題 都打進去 我先 講一個 就是那個 各位知道 最近Google地圖變了嗎 有沒有發現最近Google地圖變了 有點老了 表示你比較常用 找 找地方在哪裡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要去做 現在很多都用Google地圖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到底Google地圖 現在變了 差別在哪裡 他應該是最近 什麼時候變的 應該 之前是測試版 所以是只有申請的才有 那現在 應該是已經有全部公開的 好 就直接 把這個 Google 地圖 好 OK 那麼 他儲存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就 你自己看一下 好反正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好自己選擇 這個沒有問題 重點是在下面 有沒有發現他第一個叫做 全方位紀錄 那這種方式就是 第一種 錄影的方法就是 管他的 全部都錄 全部都錄下來 好全部都錄下來 另外一種方式是 這個叫做紀錄動畫跟 影片串流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考過那個 我們公職考試的話外面不適合一些像什麼智光啊 一些那種補習班 現在他們有推那個什麼 就是數位的 以前就是 類似像寒壽嘛 所以那現在是 有網站那你直接上去看 可是那個影片你可不可以下載一下 沒有但是有人就是想要 保留一份 萬一沒有 別人有需要用到的時候可以給他參考 那這種叫做範圍 那你了解 就是看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你電腦螢幕了 為什麼 沒有辦法錄下來 有的人會 也會想辦法就直接 用DV把他錄下來 反正無所不用其極吧 那我只是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用而已 好 那下面這個叫做智能錄影 而且他是自動的 也就是說他自動幫你判斷 如果你今天譬如說法組用拖曳的 或者 有在播放影片的內容 那這個時候就不能用拍照 對不對 要忠實紀錄下來 所以他就自動幫你切換成錄影 可是等到你比如說我們在講 像我現在在講這個 內容的時候 我的畫面都沒有變 只有聲音有改變 這個時候他就用拍照 把這裡拍下來就好了 幫你錄聲音 這叫做智能的 好就是自動的 下面這個呢 是 很單純就是一定是做拍照用的 就拍照而已 不會自動幫你切換成錄影的模式 這樣有沒有了解這套的影片主要四種模式 其實 其實一般來講就是第1種跟 這個 第3種 用到機會比較多 第2種 我只是跟你開玩笑了 那個有版權問題 還是不要隨便這樣做 OK 我先用 第1種的方式錄 第1種其實就跟我們剛剛做的一樣 他錄下來就是一個檔案而已 應該就是一個slide 就是一個slide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好 那麼 你按下 OK之前 你先 可以看一下他有一個錄製的說明 這裡面呢就有一個 熱鍵 他中文翻說熱鍵 因為熱鍵比較像對岸的牆板 我們這邊比較 叫快速鍵 你看他站停 有沒有電腦上的pose 對不對 然後呢 錄製 他的所謂的全動態紀錄就是f9 停止就是 這邊的停止是and 這樣看到嗎 所以快速鍵這裡有點不一樣 一個是pose 一個是and 好 暫停繼續 一個是停止 好 我現在就開始錄 好 可是開始錄的時候他就問你了 那你的螢幕畫面要錄多大的 要幫你錄多大的 你可以錄特定的區域 你可以發現旁邊有沒有綠色的框方 這裡 你可以移動他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錄 指定的應用範圍 你可以選擇應用程式 他就讓你去選 你是哪一個應用程式 或者是你要錄 所謂的全螢幕 我現在就先錄全螢幕 好 我就不用特別在選 好 OK 好 這個時候我現在就把它切換到我們的 Google瀏覽器上 好 進到我們的地圖 網絡無法使用 網絡無法使用 他這裡 有這個工具 其實你也可以 就是看要不要顯示都沒關係 好 我這邊就繼續錄了 OK 你看 他現在在這邊 那 你想要去哪裡呢 我們最近 有什麼景點 八卦山 離我們這邊最近 好 你找到之後他 關鍵字 除了 有出來以外 下面這邊景點 是不是都出來了 對不對 假設 拍出所 好 遊客中心 點進去 以往的使用方法 是會出現在裡面 現在就直接出現在這邊 而且呢 很好的是 他連那個遊客中心的 營業時間 地點 電話 有沒有都顯示出來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這邊是沒有出現在裡面的 現在新的版本他在這邊就會出現 而且他會把 相關的照片 怎麼樣 就先秀幾張給你看 可能的 可能的 那當然你要規劃路線 要存檔 都可以 其實像這裡有一個儲存 你 我一開始的時候不是有介紹一個那個我的延期地圖嗎 事實上你就可以定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行程 好 假設 現在這個是我們要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我們把這個稍微多下來一點點 放下 在這裡 OK 就是這邊 那麼 你 先的 在下面這裡還有一個要探索 他會把 附近相關的景點 有沒有發現 滑過去 他會自動指在哪裡 不一樣 跟以前不一樣 比較smart的一點 比較smart的一點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在這邊 以前我們常常會去看 所謂的叫做 街景 各位有沒有用過街景 有 下面這個就是街景 好 就是街景的 你說點下去 他就會顯示街景給你看 對不對 那以往你要看這些景點 其實老實講那個街景呢 有時候要抓那個人 那個小人 去堆到哪邊 說真的 雖然好又但是 就是那個位置 有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堆到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堆到 所以呢 然後呢 這裡 我先把它muck一下 先回來 你如果要切換到街景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 在這邊 先收起來 我記得這邊 有做一個 上面這裡是建築 他這裡有一個導覽 你進入到街景模式 時候 好 你說到這裡 收起來 這個街景模式 這個街景模式 是什麼 你看到這個章師蛋 那他在這邊呢 你要找 就像這比較 簡單一點 有沒有 好 像這樣 你在找 其實他本來這邊還有一個類似 像Google地球 就是可以 傾斜角度 可以傾斜角度 因為以往 我們要 安排那個腳步 說真的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 那這個是 就是新的一個 街景的一個使用方式 雖然說他還不是非常完美 但是至少 在使用者的一個 經驗上 應該是會 比以前好一點 好比以前好一點 OK 那我就先把 錄到這邊 我把這一段 其實我現在兩個東西都在錄 那我把 這一個呢 就先 停止 大概錄了幾分鐘 有沒有發現他自動幫我把 這個 產生一個 好像簡報一樣 對不對 產生一張 這個簡報 然後呢 影片呢 就會自動出現在這邊 好 就自動出現在這裡 那麼 如果你需要 針對他 因為這是一段影片 所以如果你需要他 去做剪接的 等一下在下面 可以做剪接 因為有些時候講 講的過程 像我剛剛有停掉 對不對 有出 有赤螺絲的 難免你就可以在這邊把它切開 我先 暫時不分 先不管他大概講到哪裡 比如說我大概 這裡有一個 網頁無法使用 對不對 我就可以在這邊 你看喔 在這裡 這裡會比較小 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樣分割 對不對 你把上面這個游標 就是 我們要看的那個點 好 確定到你這邊 好這裡 假設這一段是不要的 我可以這樣把它選起來 你把它 想做 這就好像是在做 影片剪接一樣 好 影片剪接一樣 來這邊 做 那我 假設選起來 這裡不要 就直接刪除 有沒有一個刪除範圍 好 我先把它刪掉 好 那我希望在這邊 切斷 對不對 你看這裡 他後面就切斷了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切斷 而是要把它變成 另外一張的投影片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現在右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投影片 那我希望說不同主題 我就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網頁一樣 可以變成 不一樣的主題 要拿去選 這個時候 我用的是 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叫分割 幻動片 我希望到這邊之後 變成下一張幻動片 好 先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變兩個了 對不對 變兩個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真正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像這邊看到一樣 當你進來了這裡 他在右手邊這裡 就會變成有兩個 就會變成有兩個 因為這 每一個 你看到這個 1234這個 每一個都是一個投影片 這樣有沒有清楚 這套軟體要做的事情呢 當然這套軟體也可以做 就是模擬的 或者是 所謂的 出那個 測驗體 出測驗體也可以 但是 應該 以 我們 今天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 主要先 你要學會 剪接 這個影片為主 這個影片為主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各位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你先試一下 你把這個 軟體你先打開 然後呢 拍一個 新的專案 拍一個新的專案 你說要比較單純的 你可以先用錄製的 那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萬一你今天 我的 錄影的影片內容 不是這樣 直接錄製 而是透過DV來的 那 要先經過一個轉檔的動作 轉檔動作 讓你的影片 先縮小一點 瘦身一下 再來裡面剪接 會比較方便 好會比較方便 那 現在的我先留一點點時間 大概 五分鐘時間 先大家 大家稍微試一下 因為這個都有中文 可能在用會比較容易一點